哈喽 你好 我是远眠眠 其实我已经有复养非常久没有更新了 对未来感觉不抱任何的希望 有希望感觉也看不到 周围的人也都是在进步 然后就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就非常的停滞不前 然后一毛毛烦我一毛毛把耳机给戴上 你在搞我吗 搞了个头发 感觉这头发搞得非常的失败 因为我第一次 其实真的是第一次自己拿那个加直发板 加指头发那个直发板 然后把自己搞出来一个这样子的造型 其实好像很不怎么样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垃圾袋 然后这些呢就是丢垃圾 今天就是空瓶机 空瓶机非常的多 给大家看一下超级可怕 这边呢全都是护肤和彩妆的部分 这些呢就是很random 比如说像身体的呀 或者是吃东西的呀这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想跟大家说一下 抽到什么拿什么 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呢是在我平常里面使用过非常非常多籽的这个 早安面膜 这个我用的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用过就只用过两种 一种呢是有牛油果的这个 一种呢就是那个夏天清凉的西柚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比西柚的那个应该好 就是保湿涨好很多 但是夏天如果我在很热的地方 我还是更喜欢用那个 因为用那个非常非常的凉 这个呢 静气不会再回购了 因为就是用腻的 不是它不好 因为是我太挑剔了 一个这个 再一个这个 两盒 这个呢是我到现在用那么多化妆棉 到现在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眼唇卸妆的这么一个化妆棉 别的我都不用它来做事情 我只拿它来卸眼唇 我觉得它是最 嗯 温柔的 然后我还有很多囤货 就在这个里面 我还有大概四盒囤货 这个我一次都买很多盒 这样子也比较划算 前面有个垃圾桶 都没投进去 耶 特别这个呢 是我之前发过微博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这个pharmacy的这个 这个很多人说 啊 改配方了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上网差了 还是一样的是这个 有那个白色污染物 所以呢 这个东西我是不会用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东西该怎么处理 因为有人倒是提醒我了 虽然它是一个 虽然它并不是怀着好意 在我的微博下面评论的 但它真的提醒我了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尴尬的是 你用水冲 的话 它也是一样的 进入到海里 然后如果你不冲 你的垃圾桶 它还是会回收 这东西我就希望大家 还是不要去买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还是要看一下成分 这个瓶身上面是没有写的 但是如果你去它的官网 打开它的所有成分表的话 是含要那个白色污染物的 当然据我所知 好像 倩碧的那个 紫色那个罐子的卸妆膏也不行 然后巴尼兰的 据说改配方了 可是我没有研究过 但是改配方之前是不行的 然后现在这个也不行了 所以现在我已经不知道 如果我想要用卸妆膏的话 我应该用什么 除了Avalon 那种 Avalon 那种高端产品 那研究之后再告诉大家 这个Fresh的 这个我没有用空 这个只要丢而已 我几乎没有用过 然后这个呢是Fresh的这个莲花霜 是不是什么莲 这个东西超级无敌好用 这个东西我只是用了它的一个 sample 我都觉得无比无比好用 所以就去买了它的正妆 然后正妆用完了 整个50毫升吧 用完了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个我很推荐 它很保湿 但它存在感比较低 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黏的那种 它不是很厚重的那种 但是它却 它有存在感 它不是很厚重的那种 然后呢 它又非常的保湿 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CV它们家很有名的这个水膜精华 嗯 我的脸上真的是没有什么 哦 我说下我的皮肤状 我的皮肤 我的肤矿呢是混干 TG油 脸颊比较干的那么一个状况 这个的话呢 我倒是买它是因为我脸上 不是很 不是肤长的平整 有些时候 会有皮肤很不平滑的时候 我就想拿它来敷 可是那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么一大罐用完了 一点效果都没有 而且它很不便宜 所以大家最后还是试过小妆 就是试过样妆了以后再去买 然后这个是 自身上的眼唇蟹 这个我应该还有一瓶 我用眼唇蟹用的蛮猛的 其实这个不是最好用的 但是因为就是 这个 这个是蛮好用的 可是它并不是那种超级平价 我像眼唇蟹我还是最喜欢BFESTA 它们家的 这是我的最爱 我觉得性价 就是价格也是很低 然后它的性价比也超高 非常好用 然后也不护眼睛 然后它也卸得很干净 然后它什么 它还不会熏眼睛 所以这个是最好用的 当然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 没有这个的效果那么好 像它们一丢就当时也很好用 但问题就在于它 就是单价是比较贵的 我在这边买是因为它TGMAX比较便宜 所以就会买 最近我在用Neutrogena的 Neutrogena的那个也还蛮好用的哦 下面呢是这个 这个呢是这个棉筋 就是洗脸的那个棉的 纯棉的那个筋 和它小吗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用了 我用空了四袋 非常的好用 可是呢它单价比较贵 还是有点心疼的 然后一包是100张 然后我最近又用回毛巾了 这个还是比较贵的 然后呢是一个这个 这个乳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水乳是一起开的 可是乳却用的比较慢 然后这个很好用 但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我觉得它冬天会很好用 可是开始进入春天 然后夏天就太过于保湿了 我觉得有点过分保湿 那就超过了我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可能只会在冬天的时候去用它 然后一个超好用的卸妆膏 卸妆褶吧 这个是戴科的 这个超级无敌好用 大家千万要看准它 它算是我觉得戴科家最便宜的 这么一个卸妆的东西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好用 虽然它很贵啊 想着还是 200块还是有点单价高的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耐用 我用了半年 而且是每天都用 只要化妆都在用它来卸妆 然后就让半年才给它用完 所以我觉得超级性价很高 然后呢是一个睡眠面膜 这个呢就是伊利斯尔的很有名的那个 我觉得吧它的效果是还OK啦 但是不是我用过最好用的睡眠面膜 不是我用过最保湿的睡眠面膜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的风可能刮得太大了一点 也有可能它的成分不让它好 我的手太好了 效果是OK的 是好的 但它不是非常的好的 下面一个呢是这个 利塔夫的这个洗刷子的这个皂 超级无敌好用 它的效果和那个Beauty Blender 他们家自己出的那个肥皂的效果 差不多 基本上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比那个便宜太多太多了 这个超级无敌好用 我超级推荐大家去这个购买 然后一个呢这个是艾渡沙家的系列的这么一个鼠 这个东西呢其实起泡起得还不错 也性价比还蛮高的 洗得还不错 我想拿它来洗晚上 就洗澡的时候洗 这个才是那个乳 反正是水乳 这套水乳 搭配起来的话 保湿效果真的超级超级的无敌好 但是就是太过于厚重 冬天的话我觉得很不错 对于冬天的我的皮肤来说 效果非常非常好 再来这个是Fresh他们的大豆洁面 这个是我到现在为止最喜欢的一个春间洁面了 如果它打折啊或者是什么促销 我肯定还会再去回购的这么一个洁面 然后一个小红腰紫 这个呢就不用说了 我说太多了 这个红腰紫已经是我觉得 最适合我春夏的这么一个基底液 但是我却在冬天把它用了 保湿效果非常好 但它的春夏感又很低 所以呢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用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也让一帮帮买给她妈妈 她妈妈也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你的妈妈在找 或者是你的丈母娘 你的婆婆在找 一个很不错的精华或者GDA的话 抢腿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小妆的 但这个也不少了 这个有10毫升的 对这个有9毫升的 所以呢这个我用过正妆的 美白效果真的是没有看到 可是用正妆的时候 才刚刚开始买比较贵的护肤皮 所以比较舍不得 然后用的时候就很小心翼翼在用 就有点舍不得舍不得的在用 所以每次用的量 其实也没有档化的 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 所以可能这也是 为什么没有看得到 美白效果的原因 那当然这9毫升的话 花是断开在用的 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带 所以就是比如说 旅行三天的三天就在用 然后过了一个月 又去旅行三天的又再去用 所以这个其实是间断性的用 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就和红腰紫的质地非常的像 但是就是它是有美白效果的 但是反正我是断开用的 就没看到美白效果 然后一个安耐晒的这个脸部的防晒 这个呢它就没有让我有任何的搓立的现象 这个呢就我平时都过在用这个 这个蛮好用的 可能会不会够 还有一个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说实话 我觉得很普通很普通 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保湿补水的喷雾 很普通可能不会再买 然后这个呢是戴克他们家的一个精华 对精华 这个非常的好用 我是搭配那套水乳的那套水乳的 上一支空瓶机就拍过了 上支空瓶机其实是丢了 那整套视频全部都丢了 只有那个空瓶机的那个蜂蜜还在了 不知道怎么会是那那几个视频 那个视频就全都丢了 只有因为那一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一套其实是戴克他们家最最低档次的了 但是呢那一套我觉得对我这个年龄间段 非常非常的不错 很很贴合 然后我的我的皮肤非常非常的服戴克的东西 任何戴克的东西 那现在我只没有我踩过雷的 当然这个和我的皮肤是有关系的 这个呢我觉得很好用 这个保湿度很好 但存在感比较低 它有一点点的黏 然后那是一个油 这个油呢是成分很 非常纯粹很干净的 所以呢 然后又很天然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给大家一次机会 然后也支持一下 也支持米拉达可儿这个样子 然后遇下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它的保湿度很好 反正就油嘛 油一般用油都是看保湿度嘛 然后它又不会 它有存在感 就是很 你能够感觉得到你皮肤是上了一层油 不像拉美尔那个那么厉害啊 那个拉美尔那个就是你直接 立刻被皮肤吸收就没有那么厚重的油感 但却 但却有很强的保湿力度 那这个不是 然后呢是一个喷雾 这个喷雾我觉得就好用了 这个呢是这个喷雾 这旁喷雾很好用 但它问题就是有点贵 然后呢又有点舍不得 但是用是蛮好用的 对这个 就是还有一点臭 然后一张面膜 好玩 虽然这次就一张面膜 就是想得起来留的就只有这么一张 这个呢就不用说了吧 我每次都跟大家说 不要再说了吧 好吧那再说一下吧 就是反正就是性价比超高的保湿面膜 然后又是一个喷雾 是这个铅壁的 这个呢就不用说了 这个已经上升为我心中 性价比最高的喷雾 它不是我最喜欢的喷雾 但它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喷雾 就是除了黄后水那个喷雾之外 我第二喜欢的就是这个 然后是一个这个 Kiss Me的这个卸睫毛的 这个没有它 我觉得睫毛根本都卸不干净 就是我用再多次那个眼唇蟹擦擦擦擦擦擦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用眼唇蟹要擦五次 才能把睫毛给卸干净 但是擦上这一个可能两次就卸干净 那为什么不用这个 你真的拥有 最后一个我觉得 这次所有所有的空瓶机当中 我最推荐的这么一个东西 看不清楚啊 伊丽丝尔的这个眼眼眼眼眼霜 超强 而且它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在我的眼睛上啊 很显著很显著 那种冬季的细纹能够消得非常的棒 它保湿度很高 而且能够消细纹 我还能要求再多吗 当然那种成年旧纹那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小细纹是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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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超推 超级推 它可能单价真的会很贵 可是我用了非常久 才把它给用完 而且只有15克 我都用了非常长长久 可能得有4个月吧 才把它给用完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划算的 这么一个眼霜 超级无敌推 可能三十可能我觉得三十二岁以上吧 这个就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 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太够 但是三十二岁 可能三十五都可以的 但是上了四十 觉得这个是不够的啊 那么护肤品和彩妆品就讲完了 下面来讲一些比较奇妙的这么一些东西 首先讲一个 不那么奇妙的洗护方面 这个的鱼子酱的 他们家的这个 其实他们的那个洗发水也用完了 丢了 就拿这么一瓶跟他说吧 他们的那个我是搭配着使用的 嗯 非常一般 我觉得太一般了 还没有那个 花王的那个Essentials那个系列好用 性价比完全不高 我不少推荐 然后再来一个Livingproof 他们家的这个干发喷雾 超级推荐 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干发喷雾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然后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墨浴露 它就是味道比较好闻 别的也没什么 很普通 然后一个牙膏 这个的牙膏 然后还有个Toms的牙膏 我丢掉了 忘记丢过来了 Toms的牙膏非常难用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对它这个好用一点 然后一套 这个 一个套装 不是这个的 这么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我觉得 护发素非常非常的一般 但是洗发水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的洗发水一点点 就能够洗超多超多的泡泡 洗得很干净很干净 这个我觉得洗发水超好用 但搭配的护发素真的非常的普通 没有什么的保湿效果我不喜欢 然后呢 是Philosophy家的这个Amazing Grace的这个 shower gel 就是沐浴露 怕消毒了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干发喷雾 为什么这么火 我不懂 为什么这么火 这么难用 然后这个呢是发油 太好用了 这罐油太太太好用了 它是很很薄的那种 很轻薄 然后它又是流动器 敷衍上强的那种发油 但是呢很妙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买这个45毫升的话 它的泵头非常的好用 但是如果你买大的那个 好像是70还是100毫升的话 哇 难有的爆炸那个泵头 这泵头刚好 就是一泵 你就可以 弄一半 再挤一泵就弄另外一半 另外那个不是 那泵头太难用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还是买这个45毫升的这个 错的是你介意的话买这个45毫升的 然后呢一样是Philosophy的这个Amazing Grace的这个 身体乳 身体乳的保湿度也很不 就还不错 然后那个味道也蛮好闻的 唯一的bug就是它的这个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身体乳用 这种盖子的 特别特别难用 我倒是怎么用的呢 我倒是怎么用的 爽啊 就这样才爽 这个每次 因为为什么无忽然这个呢 因为它你经常 比如说你上次用完 你是这样子倒出来的嘛 它是卡在这个地方对吧 然后下一次你再拿它来的时候 你一打开这个 它就会有 身体就 噴热出来 你要得去擦 太难 就是这个盖子是 一切的问题所在 还有一个发油是L'Oreal Orient的发油 这发油我用了好多好多年了 然后现在用的比较少 是因为它比较厚 然后 无疑的 你老实说过 比较厚的发油呢 你不能每天都使用 最好呢一个星期 一两次其实就够了 平时呢还是要用这种 比较薄一点的发油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道理 所以这个我就用的比较少了 现在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这种比较正常的头发的 人家身体的 大家讲完了 我们下面来点比较奇怪怪的东西吧 首先 这个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卫生巾 提震准 提震准上的包装 非常的轻薄 然后呢又比较短 我现在特别特别喜欢这种超级短的 因为这种短的 你看这才20.5厘米 短的你就会督促着你 你想着短的 再不行兜不住了 就三四个小时去换一条 但是如果我用长的那种 我就觉得 啊没关系 五个小时了 再兜那么一个小时吧 然后就 其实然后就变成长的那个 可能兜一整天 我觉得就不太好 就不太干净 不太卫生 但是这个短一点的就会比较容易督促我 我的心里就会觉得 啊不行了 要测到我了 所以你就赶快去 先别来讲吃的 这个这个就是onaka 那个盒子是这样子的 那和大家就很熟了 没什么效果 当然我只吃了一袋啊 我只吃了一袋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当然就也比较熟悉 这个酵素 这个酵素的话很 效果来的很快 你晚上吃完了 你吃这个叙叙叶掉天 早上非常来 非常非常的来 来劲 酵素吃的太多的话 好像是 就是会公寒的 所以呢我就停止吃这种东西了 除非除非真的是除非 太晚太晚吃了什么火锅啊 大的那种什么螺丝粉啊 我就会吃一个这个 带餐粉 朋友们 如果你减肥想要吃带餐粉的话 相信 这将会是你吃过最好吃的带餐粉 它是一股很浓厚的奶茶味 大家像那个slingfast 我之前也在喝的是slingfast 诶很妙啊 我喝的带餐粉那些没有瘦 因为我可能喝带餐粉喝个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都不到啊 四五天就 不行了我要吃东西 大概就这样 反正是一个废物吧 然后呢这个带餐粉呢 它就是一股浓厚的奶茶味 我喝过slingfast 那个味道也还可以 可是它的粉 那种粉感太重了 永远那个水是和粉是搅不起来的 或者一些时候也会倒奶进去 也是有那种很浓烈的粉感 不喜欢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拿水直接冲 就是一股非常非常好喝的奶茶 我喝过那个抹茶味 抹茶味有些人很喜欢喝 像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朋友就不喜欢喝 他说他觉得太难喝了 如果你觉得你不太确定 你会不会喜欢那个抹茶味的话 然后你平常是一个 比较喜欢喝奶茶 尤其是比较甜的那种 日本奶茶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这个太好喝太好喝了 还有一个东西呢 是这个 这个呢是这个 francet flakes 这个呢就是早上吃的那个cereal 拌着牛奶喝的那种麦片 类似的那种东西 就比较营养吧 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拌牛奶的东西了 我自从吃了它以后 我就没有再吃过别的 还有lucky charm 我也比较喜欢吃 但lucky charm 但是我不会单独泡牛奶喝 我会混着这个 因为我还是喜欢这个的味道 更多一点 所以呢这个 家中常备 好了 讲完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次的 面面给大家准备的 空瓶地道 喜欢这次视频的话呢 就请发弹幕 或者评论 或者点赞 或者任何一切都好 谢谢 然后如果你想要 觉得我讲话蛮有趣的 然后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你想要关注我 那请你关注我的B站 或者是如果 你想要关注我的YouTube 欢迎欢迎哦 还有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的话呢 和B站的名字就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大家想追踪我 平日生活的话呢 就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解散 散 散 散